然後就讓全世界看看 它是用行動來抗爭 是吧? 說得很清楚 圍書裡面說得很清楚 就是看不過眼 那個香港警察一點都不追究 這麼多警暴 完全不追究 它看不過眼 就應該採取行動 這樣來講就是一個烈士的行徑 死了 2019年送中 其實我們死了很多人 失蹤了很多人 這幫人全部都是烈士的 我們將來恢復香港 光復香港之後 我們要紀念這幫人 你看到黃花江才是烈士的 我都知道 但是我們不止七十二 我們以千來計 2019年加上梁建輝以千來計 這些全部都是香港 將來香港的烈士 不可以不記得 反而來講 再講一幫警察 我覺得香港那幫警察一天這樣做 他們事無忌憚 尤其是那幾個頭 我就覺得全世界應該不可以被香港警察 一個收留 就是不可以 如果香港警察如果你是不辭職的話 之前不辭職的話 你就所有全世界都不可以被他們簽簽 第一 第二 美國現在一輪一輪的制裁 每年他要報給國務院聽 說哪個新的名單的制裁 我覺得香港警察 香港法院 香港的律政司裡面 那幫人應該那個名單就增加 當然還有其他 但是我現在針對梁建輝這件事 或者針對最近他們這樣拘捕人的話 我覺得這個制裁的名單 當然美國不可能制裁很多人 因為這個工作量上廂大人制裁 如果制裁太多你又不執行 又不去銀行封它 變成白制裁 反而等它 譬如一百幾十人 針對性的 打得很緊的 你制裁他們 我看起碼我們要考慮那個警察 現在代任的警察 不應該讓他們去任何地方 你回大陸 我不來 但是其他的國家就不應該被簽證他們 不讓他們入境 這個名單我們想辦法可以拿到 看看哪個觀眾可以提供給我們 我們提供給起碼文明的國家 他們喜歡去非洲就讓他們去飛 起碼文明的國家就不能讓他們進去的 所以那幾個頭 起碼都有幾十人 應該受到起碼幾個國家的制裁 我看這件事 現在這樣的氣氛很容易通過 不是那麼難 幾方面要努力 五眼聯盟 加上歐盟 那些人 甚至日本 都應該去制裁他們 所以我覺得 再重複一次 就是 梁建輝是歷史 是為香港自由犧牲的歷史 現在他自願的 是根本寫了遺書 有計劃這個人 非常不是亂來的那些人 不是一時衝動 是真的有計劃 而是致怨的一種犧牲 讓全世界人看到 我們一定要將來去制裁他們的 現在的警察一定要懲罰 一定要懲罰 將來的鄧炳強這些東西 全部要去反人類法庭的 全部要受到國際法庭的 和南斯拉夫的 Milosevic 應該一樣對待 這些全部要上軍事法庭的 包括林鄭 實際上他偷偷搏都不行 他不行 他現在最近避開 等他那幫警察走 這些全部 你是香港的負責人 你拿著香港的權 你要負責這幫人 全部要上去 以前軍事法庭的國際法庭 要受審的 看看將來 最後在哪裡受審 我覺得香港也挺好的 香港可以搞一個人權法庭 專門來對付這幫人的 不要忘記 我們年多大 你們年多輕 我們希望短期發生 如果短期不發生的話 我們希望你們不要把這件事忘記 這幫人 這個紀念那些做得對的 要打壓那些犯罪的人 我就說 再過兩、三個月 美國那個所謂調查報告完成了之後 他還有一些指令 美國還有美國 還有一些指令 的肯定 其實他就說 大家一定是在市民 但是現在美國在市民 在市民 的目的是 每個人在市民 因為大家會抓索 這個东西 比如說 這個是其中一樣的生化武器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看當然中共不會承認 抵賴 而且還要反偶說是美國 病毒是美國來的 我們都明白了 我們香港現在聽到的東西多 自然就知道它們怎麼反映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按照正常的規則來做 美國當然要下一步要索賠 要求賠償 全世界都要求賠償 中共當然不會賠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下一步會引發什麼呢? 就是引發凍結資產 外國會凍結中共的資產 中共會凍結外國的資產 在大陸 外國當然是凍結中共在當地的資產 這個下面引發的事情 然後變成孤立 如果這樣凍結的話 都不用做生意了 就等於孤立了整個中共 中國大陸 那個時候香港都是被孤立的了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就是中共應該就會反擊 如果不是它就慢慢死 在共產黨的那種思維 寧願就是 寧願拼一次 好過慢慢地在那裡陰肝 我就看這種看法 這個大家都是這樣看法的 但是我覺得 如果作為一個負責的政府 現在西方負責的政府 已經受到這麼大的創傷或者傷害了 被大陸搞成這樣 如果又有充分的證據 和充分的人證 人證實際有時比物證還要重要 物證可以為壞人證 很多走了去歐洲 走了來美國的那些叛途那些 拿了證據 兼他們可以做人證 那麽有這樣的事情 我的看法 就是應該 西方應該主動搶线出擊 不是說等大陸去打台灣 你只去反應 這個反應這個結果 你當然 如果你什麼都沒有的話 如果你又沒有死人 什麼 你當然是反應了 但是你已經死了這麼多人了 整個西方死了三百多萬人 三百多萬人 眨眼四百 四百萬人 記住了 美國要保護自己的人民 不讓這件事再發生 或者下次發生 做會嚴重的情況之下 一定要解散中共 這個是一定要做 如果不是就是不負責任的政府 這個就是我昨天在網之聲 用普通話說的東西 我覺得我們有必要 現在用廣東話在你們面前重複一次 不要等 別等他們打台灣 如果有證人 有證據 應該主動出擊 消滅了這個腫瘤 不要讓那個腫瘤 那個腫瘤已經擴散到全世界了 是吧 不要讓那個腫瘤再第二波 第三波 那麼來侵蝕我們 我們應該作為一個負責任的政府 美國希望 就可以領導全世界 自由世界受害者 就直接主動出擊 長線出擊 不要讓他們再有機會 再次這樣下來 這個就是我 他們還希望進行國安國論典 我想重複一次 這個看中國的這個榮譽會員 你們應該參加 他們做任何正義的事情也好 也需要資金 你們一定要幫忙 他們這麼大的膽子 在中共這麼壓迫的情況之下 還不斷地出來採訪 我覺得這個是了不起的事情 所以我希望你們支持 看中國 我們今天出擊 我們今天質疑